交易的原则非常简单 任何人只需要一个星期去看书或者看视频 就可以掌握市场上最好的 最优秀的交易策略的全部流程 但是等你去操作 你发现不是一回事 买的时候不敢入场 恐慌 卖的时候舍不得卖 贪婪 无论怎么着就如法执行 交易的方法方式简单 但是去执行却是强者的游戏 loser只配给市场贡献利润 loser整天逼逼赖赖 一会骂狗庄 一会骂交易所 一会骂新闻媒体 等他们爆仓了 自然就幡然醒悟 无需任何人劝说 今天我分享一个 我在大陆五六年前 非常让我难忘 非常伤痛的事情 当然并非诉苦 而是因为它非常重要 它塑造了我的价值观 也是一个 我从庸人普通人 蜕变成强者的关键转折点 我从2017年开始炒币 当时是一个韭菜 后来演变成韭菜头子 什么韭菜头子呢 我是一个韭菜 我整天就会梭哈满仓 然后冲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冲 一起满仓 韭菜头子 当时比特币一年翻了20倍 山寨币很多涨上百倍 甚至上千倍 随便买最起码十倍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中 韭菜头子是没有翻车的 而且名声越做越大 韭菜头子的名号 是在2018年的三至五月 达到高峰 为什么呢 2018年的三月份 当时我建仓了一个山寨币 叫GB Game Token GB 当时建仓以后 是三毛 三毛建仓 十天就涨到了三块 翻了十倍 挣了一千万 而且是套现 一千万什么概念 是一百多个 一百五十个左右的工人的 一年的收入的总和套现 我跑在了项目方的前面 我卖的时候形成了高点 所以说呢 项目方把我叫去广东汇州 去开会 当时有项目方 以及阿三十个 韭菜头子一起 对我轮番的批判 轮番的谴责 并且呢 他们说 还有可能去拉到六块 当时我并不想那么多 也并不知道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原理 当时想着 既然还有利润 那么再买进去不错 结果呢 我买进去之后 被别人换手了 我买进去 然后别人就卖 别人套现了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Gb赚了十倍以后 很多的粉丝就狂热了 毕竟赚了十倍 当时有很多的 五百人的 满人的好几个微信群 很多人非常狂热 提出来要把钱转给我 让我代为操作 因为就算上涨 也拿不住 在亏的时候 或者震荡的时候 就已经卖掉了 当时的呼声很旺 我也没有过多深入的思考 就接受了这个合作 因为当时觉得 市场没有什么太大风险 而且只要一直捏着 就能赚钱 捏一年 然后利润去分 并没有想太多 整天幻想这些没用的 短短两个月 就募集了70万美金 当时建仓了一些 主要的山寨币 比如说比特币太坊 然后BCH LTC等等 买了很多主流币山寨币 一直持有 中途做了一些 很少的仓位调整 但是主要的就靠捏着 当时并没有太多交易的能力 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尴尬 一年之后 刚好是2019年的4月份 虽然说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 有完善的交易框架 理论 什么时候入什么时候出 原则很明确 并不会出现 蒙良可的情况 但是当时也知道 这个位置很可能是建筒的时候 大概率要捏着更好一点 但尴尬在这里 当时刚好满一年 当时承诺就是一年 而且当时认为 只要拧一年就不会亏 拧一年保稳 然后有利润再分保稳 但是并没有想到市场风险 以及人性的风险 当时我很想继续持有 但是客户的压力很大 舆论希望我尽快赎回 因为当时低了很长时间 当时是一个严重恐慌的状态 所以说我就迫于压力 把钱还客户了 做了人生最错误的决策 把剩下的 因为当时暴力50% 把剩下的50%的钱还给客户 然后剩余的 补习本金 我慢慢挣钱再还客户 这是我人生做的最错误 最后悔的决策 不过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要从不同角度评判 当时很长时间 我是很后悔的 但是现在再回想起来 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的性格价值观都因此改变了 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指的是性格上的好处 家里观上的好处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2019年一整年 我都在帮一家公司打工 跑全中国各地 一年坐飞机就坐了近百次 15万公里 跑中国各地 以及亚洲各地 赚钱 钱还没五热户 就还客户 一年一直到2019年的10月份 我才还清最后一笔钱 还清以后 心里是舒服了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 就是说 从19年的年初到年中到末尾 这过程之中 心理压力非常大 很多的人对我穷追猛打 在过程之中 很多人督促我尽快还钱 因为很多人认为 我是赚了很多 只是拖着不给 他们认为 我苛扣了 他们的本金和利润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来卷款跑路 当然有少数人 是感激的 他们认为 还好遇到我 如果遇到别人 已经跑路了 当然这是少数 大部分人是穷追猛打 即便在我还清了以后 仍然不断地 找我索要 所谓的利润 这是电子邮件的提币记录 因为2021年的6月份 火币清退了大陆客户 以前的数据都清空了 但是邮件还保留 2019年一整年都在赔钱 从2019年这是清退 清退客户 就是说 把剩余的钱清退 打了两三天 因为邮件 当时是收到一定数量 就不让收了 只剩第二天清退 清退以后 后面就是赚钱 每赚一点还一点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11月 10月8号 最后一笔1万U打出去 那么财算还清 一整年都在还钱 钱还没五热乎 就给别人 也算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吧 对我人生 从价值观上 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 我并不会因此 感到过度的伤痛 后面还有更精彩 2018年 我还在开公司的时候 当时有上海的 写的楼有门面 有一个外先生 他来到公司 5万U打给我 说亏了无所谓 认定我这个人 跟我操作 5万U打给我 当时犹豫再三 毕竟一个人 5万U还是比较大的数额 但是最终还是收了 他说的非常好 亏了无所谓 认定我这个人 长期跟我相处 跟我合作 结果就是这个人 给我带了巨大的心理打击 在我正在还款的过程之中 他给民警塞了红包 然后我去北京 下飞机就把我抓了 七个民警围一圈 像重刑犯一样 把我抓了 还好是北京 只能说性情是北京 还是法治的地方 讲清楚来东西慢 前脚进去 后脚出来 毕竟深圳不怕影子鞋 这一整件事 总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虽然说这种善意 它并不是真正的善意 它是愚昧 出于愚昧的善意 不是善意 但是苦劳已是劳 通过一整年 一年多的努力 不断的还钱客户 苦劳已是劳 捍卫客户的权益 结果却变成了过街老鼠 当然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美妙的经历 第一 在事发的头一两年 我都是非常难过的 非常痛心 而且有很多的怨言 但是到了2020 2021的时候 我逐渐明白了 出发点是愚昧的善意 并不是真正的善意 而是平庸之恶 换句话讲 一个平庸的人 越是努力 想造福社会 想造福家庭 越是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越大的沉重的打击 了解平庸之恶 大家可以上油管 上YouTube去搜索一下 这个平庸之恶 四个字的关键词 也可以看一下 在江文的电影《鬼子来了》 表现得非常深刻 我在之前的视频 我开始录油管的时候 我经常说 我不是什么好人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好人 是什么样子的 而大部分人 口口声声的说自己好人 并不是因为真的好 而是因为愚昧 第二 如果不能够料事在先 自己占主要原因 用我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去讲这个一段复杂 话繁为简 用借钱来说 如果说一个朋友 找你借钱 你借给他了 无论说 后续是因为 故意抵赖不还 还是说 没有钱还 自己没有评估 他的还款能力 没有评估 推演整个情况 那么自己是有责任的 虽然说很多事情的发生 有外因有内因 但是外因是无法决定的 很多人做交易 做投资 比如说做多单 买进了 行情也涨了 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 结果突发政策 因为政策是很难预测的 突发政策 导致市场大跌 这个时候 新手 就会开始骂娘 开始骂政府 开始骂这个政策 市场千变万话 与我作罪 但是他不会去想 有些人 第一时间转向的时候 就有止损了 可能还带走利润 甚至有的人 通过这样的 突如其来的下跌 赚得盆满满满 他不去思考 第三 世间绝大部分人的价值观 都是靠精力的积累形成的 通过读书或者学习 只占很小一部分 一记铁拳下来 我整天幻想 整天想着不劳而获 赚大钱上亿的这种幻想 就破灭了 以后的交易 投资 或者是做人做事 都是基于现实出发 就像我上期视频讲的 爆仓了 就发生醒悟了 就觉醒了 以后的交易 就知道脚大失地了 不会幻想着说 整天 十万美金 一千万美金 一百倍 不会去幻想这些了 第四 引用哲学家 尼采的思想 其实 人跟树是一样的 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 它的根 越是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那后面呢 是我的补充 从1976年 美国的多个教育家 从一百多万个案例 高中生 做一项调查 调查发现 百分之七十的学生 认为自己的领导才能 高于平均水平 百分之六十的学生 认为自己的运动能力 高于平均水平 百分之八数的学生 认为自己的 与人相处的能力 高于平均水平 在这些当中 有百分之二数的人 认为自己是 最出色的那百分之一 华盛顿大学 对大学生的调查 也发现 类似的结果 百分之八十九的学生 认为自己 比更多的人 比大部分人 更积极 人们大多认为 自己比别人 更加的公正 更加的富有 性格更好 绝大部分人 无法证实自己的负面 总是盲目自信 盲目乐观 盲目悲观 盲目的做出 许多情感的反应 以此类推 去推测 B圈的情况 你去问一个 刚开始炒币 一年不到的人 你去问他 如何评价巴威特 可能有少数人 对巴威特 有崇高的敬意 大部分人 认为巴威特 不过如此 就是一个垃圾 我能够轻松的 超越巴威特 你去问一个 十年 甚至更多 时间的 经验丰富的教育员 你去问他 如何评价巴威特 大部分人 都对巴威特 表达崇高的敬意 并且把巴威特 当作毕生学习的目标 虽然说 大家的价值观 和具体方法 有所不一样 但是仍然是值得学习的 有很多的理论 很多的思想 是通用的 如果你想成为 稳定盈利的教育员 大胆去做 不要害怕爆仓 爆仓才能觉醒 觉醒以后 才能走向 稳定盈利 人的后半生 是习惯决定的 而前半生 曾与此决斗共勉